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 共产党在这么多年 当党内想抓马个高官的时候 这特别是正部级以上 已经想干掉你的时候 他完全跟踪监听 这些手段全叫上手段 已经上手段的时候 要干掉所谓的党内的高官 也就是自己的哥们的时候 他们从掌握证据 跟踪监听 还有一个最肮脏的手段 到最后一招 叫涵养 进入涵养期 啥叫涵养期 知道吗战友们 这在国内只要是高层都懂 哥们涵养涵养他 就是养猪 准备要杀你之前 只要你多吃点神 多吃点好吃的 甚至赶着你多运动运动 你越消耗你越吃 越吃你越胖 然后鸭鸡就杀了 这叫涵养期 涵养期 涵养期就是这个高官 要弄死他 还是涵养了他到死 还是到无期 都给你设计好了 中共的高官 不管是什么 陈良宇啊 薄熙来啊 陈希同啊 这个千千万万个党员 什么当年的陈毅啊 林彪啊 刘少奇啊大家记住 在他们被干掉之前 那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各大媒体报纸吹讽 突然间他们发现身边的美女 越来越多 突然间发现送钱的越来越多 突然发现这个党内领导拍拍膀子 这个摇摇耳朵 王岐山那个啊 王岐山那个小手拍拍肩的也越来越多 这是干嘛呢 一片祥和好像天下威你不行了 这就是共产党这个流氓机制 叫涵养你 就把你养胖了 绝对是杀你一刀 还是杀你十刀的问题 亲爱的战友们 共产党从开始第一年 从李立山开始 到张波涛 你看看当年张波涛是怎么收拾他的 你看看当时李立山是怎么被收拾的 邓小平是怎么山起山落的 胡耀邦是怎么给灭掉的 赵紫阳怎么灭掉的 大家好好看一看